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冯玉祥妻子去世 娶了张克霞妻子的姐姐 这样张克霞和冯玉祥就成为了联金 1927年张克霞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 有意加入共产党 然而不久之后 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 冯玉祥支持蒋介石 张克霞受到牵连 被迫回到中国 但他加入共产的想法并没有改变 终于在1929年成为了特别共产党员 张克霞虽然加入了共产党 但是还在国民党工作 而且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 七七事变时 张克霞的身份是国民党29军副参谋长 后来又担任了33集团军参谋长 副总司令等职 转战山东 河南一带抗日 因为战功卓越 蒋介石还赠予了一把中正剑 上面写有不成功便成人 张克霞也因此被称为配剑将军 抗战胜利后 张克霞继续潜伏在国民党内 担任三绥靖区副司令馆 他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 积极在国民党上层中 宣传反对内战和反对独裁的活动 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淮海战役开始之后 张克霞晋升为国军陆军中将 令蒋介石没想到的是 仅仅在他晋升后的两个月 张克霞就率领五十九军两个师在甲方 抬而装防地起义了 张克霞的这次起义 使得国民党 淮海地区 东线防线出现了一个巨大缺口 华都 解放军城墟而住 一举切断了黄百涛的后路 对整个淮海战争的胜利 吸到了决定性左右 蒋介石在得知张克霞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党时 大呼上当 差点气晕过去 此后 张克霞又率领解放军 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的战斗 成为了解放军三十三军军长 建国后 张克霞继续贵祖国的建设发挥着余热 1955年 被授予一级解放军长 1984年张克霞病逝 中年84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